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机败坏地开车去公司 路上却发现公文包忘记带了 他匆忙回家去 可儿子上学去了 妻子也上班去了 没有人在家 他只得打电话 让妻子回来送钥匙 妻子匆忙赶回家时 不小心撞翻了路边的一个水果摊 帮人家整理 跟人家道歉 最后又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离开 等男人拿上包到公司 已经迟到15分钟 他被上司狠狠责骂了一通 而他的妻子也因为迟到 被扣了当月的全勤奖 他的儿子今天参加学校的棒球比赛 可早上的事情大大影响了他的心情 结果他没有发挥好 被淘汰了 其实 这个故事所传递的 就是著名的菲斯丁格法则 生活中的10%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则取决于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反应 追根溯源 如果一开始这个男人不要因为儿子的无心之失大发雷霆 不要被混乱的情绪束缚住 后面的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 比一件糟糕的事情更可怕的 是你用糟糕的态度和糟糕的做法 让这件事产生了一系列更糟糕的连锁反应 人这一生不如意识注定十之八九 如果总把注意力聚集在不愉快上 那只会觉得事事不痛快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转移一下心态 把关注点放在能够让你欢喜的事情上 或者冷静下来告诉自己不必生气 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 就像迪更斯说的 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有好心态才能过好生活 有次和一位长者聊天 我问他怎么才能够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他没有直言 而是用手沾了茶水 在桌上写了个烦恼的烦字 看我不解其意 他把烦字的火字旁顺成了个川字旁 说 所谓烦恼就是想弯了 想岔了 没捋顺了 你看 烦字捋直了 不就成了顺了吗 接着 他又写了个心态的太字 说道 好心态其实不难 就跟太这个字一样 心大一点 凡事就看开了 我为他的奇思妙想赞叹不已 他哈哈大笑 不要崇拜我 我只是个传说 其实我是抖音上看的 哈哈 这位长者就当真没有烦心事吗 当然不 都是城市俗人 谁能没有俗事缠身呢 我和他聊天的空档 他还接到女儿的电话 在那边歇斯底里的控诉 女婿不好 说日子过不下去了 要离婚 他不为女儿担忧吗 当然担忧 可难道要怒气冲冲地质问女婿 或者把她抓来 痛打三十大板吗 她知道那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愈发地激化矛盾 既然不能 那就先不去为之烦恼 先把当下正在做的事做好 正在说的话说完 能够正视心里的负情绪 并且冷处理它 真的会为自己省去很多麻烦 白洛梅在书里写 人生一举棋 关于输赢 我们总是无能为力 迷惘之时 多半在局内 当你了悟的时候 人已在局外 若用平和的心态 看凡间一切 简单明了 若用复杂的心态 看万丈红尘 则为事项所迷 你看 有时候并不是事有多棘手 只是我们被一夜葬了木 所以才见不得泰山的磅礴与辽阔 人生路是自己走的 人的心态 也是自己给自己调节的 喜也好 悲也罢 好事坏事 最终还不都是要成为往事 情绪上来时 想想天气 有晴天就会有雨天 阴天有时 阳光也有时 纵使一直期盼阳光 但也无法阻挡 偶尔的阴雨 但在阴雨时 也该记得 阳光总会出现 少点抱怨 少些烦躁 让自己的心情更舒服些 才是最重要的 愿雨生 少生气 多乐观 用豁达坦然的心态 过简单自在的生活 共勉之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